别怕 你想想 出事之后我第一时间见你 帮你安排好一切 不让你到公司里来 就是为了保护你 避免你受到舆论口舍的伤害 你不明白吗 结果你这样冒冒失失往公司一跑 现在要一路跟他派出所 你是想给别人嘴里的大瓜 再添一些猛料实锤吗 我的错 对不起 自添了多少麻烦呢 不哭了 我是这样想的 我不会把他开除了 他不会因为打架斗 被公司开除 我已经让运营部的老总 跟派出所表明态度 不追究他的责任 但是拘留我管不了 被他打的员工人家不干 所以他难免会在里面待几天 但是我可以保证他出来之后 继续上班 我这样安排 你心里是不是好受一些 谢谢 我也изי 抱歉 谢谢 感谢观看